高夜凭借电视剧狂飙中 大嫂的角色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高夜在剧里演霸气外露的大嫂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特别直率的个性 近日高夜出席了2023嘎那电影节的红毯秀 也是他首次嘎那秀 当天他身穿一件绿色端面礼服 搭配着红唇 脖子上带了一大串珍珠项链 给人的感觉就是红唇配绿裙 分外美艳照人 但也有网友在他微博下留言称 其脖子太短不适合戴项链 高夜看到评论后在线回复网友 和什么差太远 和谁差太远 按照你的逻辑 你自己应该活得很辛苦吧 我不一样 我就喜欢戴 我觉得美就行 高夜的这一回复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和赞同他的回复 认为他很有气场和气质 也很有个性和风格 原本以为这事到这就结束了 却有极致认真的网友 猜测他可能是杨子的一名粉丝 因为杨子曾经戴过同款项链 觉得高夜戴不好 所以才留言对高夜 这让高夜的粉丝觉得十分搞笑和无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